可以出來 喲!這誰啊? 喲! 咱們走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公主 好 往中間站 好的 這個很奇怪的裝範 是怎樣? 你們怎麼變成兩隻狐狸了 這是 好 我們先把麥克風送上來好不好 兩隻狐狸 先請讓所有記者拍拍照片 裝得很特別的裝範 可以出我照片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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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讓攝影記者先捕捉這個畫面 為什麼會是無理的 等一下會解釋清楚 但是這是我們今天的關鍵的鏡頭戲在這邊 好了 可以的嗎? 如果拍了差不多 我們要揭開面具 要開始宣布他們的大事業了 好 面具可以拿下來 就辦法給大家我們把麥克風拿上來 來 請工作人員 好 哇 好帥氣 來 再拍 好 可以了 再拍 再拍 再拍一下 都拍不過癮 好 來 再來 來 哇 這是新戲嗎? 新老像劇嗎? 還是 走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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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 保時間齁 哇 兩隻狐狸啊 我們選的面具還是這個 一隻公的一層舞的面具 好 中間 中間 好 好的 好 做一個手勢 好 他們兩個等一下要宣布重大的事情了 好帥呀 好美呀 這個畫面真的是太精彩了 好的 面具還需要嗎? 不要了 好 那我們換上麥克風 好 現在呢就要有請今天的關鍵的男女主角 開始來講她的兩個人 是怎麼樣會認識 怎麼樣會想要合作 我們先講一下 怎麼樣會跟雅倫認識 跟雅倫結緣 行嗎? 所以這裡要講一下就是 我跟雅倫是很好的朋友 然後我們兩個人跟這個結緣 是從個能量手環開始的 對 手環在哪啊? 手環在 在 唉呦 你掉了呀 對 我怕她掉所以 怕掉 好的 你幫她戴一下呢 可以了 這個能量手環是我特意為雅倫 幫她戴上 可以 對 然後 愛沙 按照我的性格跟我的星座 對 來去衡量這個 怎麼樣幫我 穩定我的能量 對 然後怎麼會讓你的 潛力更加的 發揮出更大的 這個意料去 因為在 我覺得我們在這個 像我自己對星座也蠻有研究 然後對於分析每個人的個性 也挺有研究的 所以在這個書上面 或是在這個聊天上面 跟愛沙就是蠻能聊得來的 對 這件事是為什麼 剛才我們兩個人 是有武力面具出場 也是因為就是在 東西和這本書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有的是 小武力不利的家人 一個人 他所對的 跟斯庫座是 天蝦座 對 因為我跟雅勒也特別的有緣 我們都是天蝦座 然後而且 他英文名叫Ary嘛 他有個A字 還不太 發起來 是A 對 所以有很多這種 緣分和連結 在聊天的時候 我記得他第一次碰到我的時候 是在 我在拍攝雜誌的時候 然後他就來探班 我們就聊了一會 沒想到是一聊 就聊了半小時 也會這樣 正在拍攝當中 但是還可以聊到這個 戲劇相好 我的這個 異議相片 對對對 所以拍這個手環呢 我們就 因為雅勒他很有 奇思妙想 然後他給了我很多 新的靈感的 這個 果花 就是我們在聊的過程當中 遇上出來了很多果花 所以下面呢 我們也會有 更深入的 這種跨界的合作 包括 劇本啦 包括 好啊 做 所以這次來要去上 設計各方面 感覺 非常期待 對 然後設計方面呢 也是會由這個 十二種那個 前期的動物性 慢慢去做 這種演生 它的靈感的來源 也在於這個動物 所以我們兩個人 一個 第一個設計的單品 也是跟動物相關的 但是現在是賣個小關品